应杨承林化身女枪手!喂!竟差点中暑! 蓝正龙、左、杨承林主演前男友不是人! 图巴大提供,20101803.23 由杨承林、蓝正龙所主演的电视剧前男友不是人将于5月中旬播映! 今、23日率先公布首之前的25秒预告,影片中杨承林成了女枪手,展现帅气英姿,极次传达女生的成长就像一场战斗,面对感情路上的大魔王前男友,都该坚定地摆脱伤痛,绝不妥协。 前男友不是人拍摄时间有限,杨承林仅能看武术指导式犯一,两次,就必须直接上阵。 杨承林表示,其实压力蛮大的,当然我有替身,可是有很多东西还是要我去完成。 为了全心投入此剧,杨承林必须暂停私下健身行程,而后才发觉筋骨都变硬,但仍尽力完成一连串的套招动作。 求好心切的杨承林表示,因为我知道时间很赶,所以我把发条锁到最紧,告诉自己,我不可以耽误。 然而拍摄期间正值夏季,杨承林在39度高温中一度头晕响吐,差点中暑。 蓝正龙,左,杨承林主演前男友不是人。 图巴大提供,2010803.23 杨承林演出前男友不是人,图巴大提供,2010803.23